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蓝队的汉德军 任俊飞 胡金秋 陶汉林 李小旭需要支撑起整个内线 在之前14国赛与去年的亚洲杯来看 这5名内线的表现不尽相同 他们想要几进南篮内线前五一同兵战19南篮世界杯还是有些难度 在亚运会之后 南篮内线前五应该也会进行重排 蓝队的五人中 或许有两人能入选前五 第五 韩德军 韩德军在去年亚洲杯上场 军10.6分5.7蓝板 得分权队第3 蓝板权队第1 在上赛季CBA中韩德军场均16.4分 是2.3蓝板 1.3助攻0.8概贸易抢断 命中率66.7% 韩德军身高2.15米 虽然在这个小球时代 他的速度有些直滑 但他有力量 有多位 他对战身体强壮的对手很有优势 战军分身高只有2.03米 在国际赛场很难有优势 李小旭受伤后就没有得到重用 韩德军应该还是这只男篮第五的内线 第四 胡金秋 胡金秋才21岁 他上赛季在CBA场均18.9分8.4蓝板 0.9抢断0.6概贸易抢断 命中率65.3% 身高2.1米的 他身材类似没有进入NBA的周期 但胡金秋没有周期的射程 他在蓝队已经成为内线核心 去年亚洲贝他场均9.1分5.3个篮板 四国赛场均14.0分5.7篮板 命中率71.4% 他的表现足以成为男篮前五的内线 第三 王哲林在周期赴美之前 大王或许都还是男篮第二的内线 但周期在NBA锤炼一个赛季后 大王不管是战术地位 还是数据都已经不及周期 这一次的亚议会就是最好的证明 王哲林场均11.8分5篮板 以助攻0.4架段 32中22 命中率68.8% 数据跟周期很难相比 王哲林在CBA赛场是大杀气的存在 场均20加10 站在对抗性更强的国际赛场 他无法完成发挥实力 第二 周期这次的亚议会 周期成为红队当之无愧的领袖 在夏季联赛中场均12分6.5篮板三盖帽 63分 命中率的表现延续到了亚议会中 周期首战25加12加7帽闪耀世界 最终5场亚议会场均15.6分9.8篮板 1.8住公司盖茂易抢断 42中25 命中率59.5% 3分球24中13 命中率54.1% 成为南篮的得分王 篮板王 三分王 盖茂王 效率王 他必然已经力压大王 成为南篮第二的内线 第一 意见连15名要紧赛上的数据 为场均16.8分 8.8篮板 1.6主攻0.8 场断1.2 盖茂 命中率63.2% 三分命中率48.3% 实际亚洲北阿园没有参加 在16年旅渔奥运会意见连绝队的领袖 场均20.4分 6.6篮板 1.4场断 盖茂易助攻 命中率43.9% 三分46.7% 球队得分王 篮板王 抢断王 盖茂王 三分王 几乎以一己之力扛着球队前进 龚鲁明在领月后都胜在意见连辅出一切 他就是超级巨星 意见连的实力不是如今的周期就能超越 他在CBA赛场 还是一个万元一般的存在 在国际赛场也是一个NBA中游水者的存在 杨宁宏队分队后 南兰每一个位置都得到了良性竞争 虽然目前韩德军 胡金秋能入前五 但保不齐什么时候任军飞 陶汉林 李小旭 董汉林 鱼长冬又爆发了呢 韩德军的表现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好 所以这些五名单 在未来还是有感动的可能性 闻影小白 二十五名单 所以这些三号